这是三片一模一样的片真片 跟这个门是一样的 它内部也有一个槽的方向 只不过它这个槽的方向 它不是真的槽 以后我会解释那个槽的方向 真正的物理是指什么 但是你不用管 你只要知道 它每一个片子这么放着的时候 就是这个对着槽的这个数值方向 这么放着的时候 是对准这个槽的水平方向 好 我们来做实验 你发现什么呢 你透过这个片子去看外面的世界 你会发现它变暗了 这是一个片子的效果 于是你发现 这一个片子的效果 是不是和刚才那个硬币的一个颜色很像 放一个门的时候 它只允许一个颜色过去 所以你的世界少了一半的门 所以在这里 你的世界里头少了一半的光子 它只有一半的光子能过来 好 我们来放第二个门 那同样的 如果把两个门放成一模一样 它就相当于同一个 对吧 能过第一个的就能过第二个 所以你看见的事情就是 本来该有多黑 现在还有多黑 它不会变得更黑 它跟一个片子是一样的黑 好 那现在我们让两片叠着 一个水平方向 一个数值方向 你看见什么 全黑了 对吧 那全黑了表示什么呢 光子都过不来了 那为什么过不来呢 我不管用 这个颜色来解释 还是 用刚才的震动来解释 结果是一样的 对吧 反正都是过不来 因为这个方向的门 是允许这个方向的光子过来 当它经过这片数值方向的时候呢 被挡住了 过不来了 看作颜色 或者看作水量 都是可以的 好 那神奇的事情来了 我要在这个中间插上一片 当我中间那片和第一片一样的时候 还是没有光子过来 因为它相当于他们俩是一个门 对吧 如果我中间那片和第二个片子一样的时候 也过不来 因为它就相当于第二片 那神奇的事情发生在 我稍微给它转过一个角度的时候 你发现什么 竟然又透光 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 这样的一个正交的关系的 互补的 完全把光挡住的东西 只要你斜着插过去 竟然又透光了 你说这不有什么神奇的 你刚才那个绳子上甩的震动的实验 不也就相当于是这个吗 是的 然后绳子上的震动呢 它是由牛顿第二定律解释的 对吧 解释它的道理呢 是力的矢量性 就哪个方向有力 就会产生哪个方向相应的运动 也就是说 斜的方向的运动 可以干出这个运动和这个运动的叠加 对吧 那我们现在来试试 用同样的道理来解释一下它行不行 我们说完全不行 为什么 我们先这个做个简单的 这个 论证 说光子是一个一个的球这样打过来的 好 那一个球到这儿 它一半就可能过去 一半就可能过不去 对吧 假设它过去了 也就是说这个光子啊 它有个内部状态 它就是水平方向震动 跟刚才那个绳子一样 但是注意哦 光子和绳子不同的地方在于 光子没有其他光子拉着它哦 它是一个个过来的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水平方向的东西过来呢 遇到最后那个数值方向的呢 被挡回去了 过不来了 对吧 现在我说中间斜只差一个 它就不能过来了 这意味着什么 光子这个东西的两个状态 是不是很像很像刚才那个硬币的两个颜色 但是它又能过来了 这意味着什么 按刚才震动的那个解释呢 是好像是光子在这个方向 水平方向的震动 可以看作斜的这两个方向震动的合成 接着那个斜的又可以看成水平和数值的合成才行 对吧 可是它是个光子呀 它是一个呀 光子不是一个 一个弦的震动的分解 它没法这么看呀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类似于颜色一样的东西 它怎么可以转换个角度 看成合成 当然我们知道只要你允许我写下合成这个公式 反正我这个就能解释了 对吧 可是我没法有合成啊 那有人说了 那一个个光子不行 那我是一群光子行不行 一群光子一样的呀 这个绳子之所以可以是 不是我有一群点在一起过来 而是在于每个点 它中间有个小弹簧拉着 扯来扯去 对吧 但是不管有多少个光子 它都没有扯来扯去这回事 所以光子的震动 不是它的震动的这个外在表现的这个方向 而是它内部的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 无论它是单光子还是多个光子 它都没法拆出来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知道的事实就是 这个线上很像很像这个震动 只要你数学上允许我写下震动的叠加 我就能解释 可是它是什么东西有的性质呢 它是光子 而光子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一个过去的 不是扯来扯去过去的 所以没法用牛顿第二定律 所以它不能得到解释 如果我们希望解释它 那就强行的给光子的状态 也允许它写下 这个矢量叠加 矢量分解的公式 我们就对了 可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理论 能告诉我们 光子的状态能够做矢量叠加 因为它永远是一个一个的光子过去的 它不是说 这有两个光子 或者我光子把我自己皮两半 一个是平行的 一个是数值的 然后我过去一部分又怎么怎么样 你只要允许我皮两半 这个实验倒也能解释 对吧 怎么解释呢 说第一次过水平方向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光子呢 水平方向的分量过来了 数值方向分量被打走了 然后当它遇到这个斜子的时候呢 这个水平方向不是可以拆成一个 这个鞋和这个鞋的分量吗 那这个鞋的透过来了 接着遇到最后一片数值的时候呢 这个鞋的又变成了数值的 和这个水平的 但是不行啊 谁告诉你光子它自身的状态 会是个矢量 以前在牛顿力学 在绳子上的波的时候 为什么是个矢量呢 那是因为F等于MA 本来就是个矢量 哪个方向有F 就有哪个方向的A 那个振动就可以展开成 别的方向的振动 而这一点在光子上是不存在的 除非你将来的光子的数学的理论 允许它做这个 好 所以这一个实验就告诉你 这么简单的光子 过一个叫做偏真片的东西 这偏真片 大家不要觉得它特别神奇 现在大多数的墨镜 都是用偏真片做的 所以你如果找不到 像我这种专业的偏真片 这个偏真片很便宜的 一毛钱还是两毛钱一片 但如果你找不到 因为市面上很少有的卖 那这时候怎么办 你就拿了三副眼镜 也可以做这个实验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光子过三个偏真片 是你任何你的经典的世界的模型 都解释不了的事情 好 那我们下面会介绍更多的实验 这些实验的每一个都告诉你 经典的世界是不能解释的 大概如果你想解释它的话 怎么办 比如说刚才这个实验里头 如果你想解释它 最关键的事情就是 你允许光子的这个偏真状态 做实量叠加 那至于这么做了以后 为什么就能解释 以及这个实量叠加什么意思 那以后再说 但是你要明白的事情就是 这现象是什么 这现象能不能用经典的概率论 或者是牛顿第二定律解释 如果不能的话 大概你可以怎么做 好 那刚才我们都是通过逻辑推理 来告诉你这个现象 该怎么样将来 该怎么做 为什么不能解释 那现在我们用之前学过的数学符号 来做一下计算 看一看是不是 这个不同颜色的硬币 过三个门的实验 这个给出来的结果 如果完全按照概率能去算 真的就是完全能解释的 和实验现象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最关键的事情就是 豆子的在每一步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硬币每一步的颜色 在每一个时刻的颜色是什么 以及每一个门到底怎么描述 也就是Raw和A 那一开始我们说 这个硬币来的颜色 假设是向上的 那我们管它叫11T 就是又是11 左时是1的这么个态 那你把这个11T 就写成个矩阵Raw 接着我们说 这个让向上的过去的 也是这个11 如果是让向下过去的呢 就是这个-1-1态 我会把这个1和上认同 -1和下认同 而有的时候呢 也会用10 1表示向上的 0表示向下的 好 那这时候你就把 这个A矩阵呢 和这个Raw乘在一起 求一个trace 对吧 这就是算均值的方法 我们讲过了 好 你把它俩放在一起 一算这个trace 你就发现A等于1 那算完这个trace 等于1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均值等于1 什么样的时候 均值会等于1呢 就是我过去的概率 是百分之百的时候 我的均值才会等于1 对吧 因为我过去算1 然后我的均值就是1 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 我过去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好 这个就是当我 这个一个红色的硬币来 我遇到一个红色的门的效果 然后我们可以去算一个红色的硬币来 遇到一个蓝色的门 是什么效果 也就是说 我们把那个A呢 改成负1负1 就算出来均值等于0 这个均值等于0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过我这个向下的门 过我这个向下的门 的几率是0 也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的状态是向上的话 一旦碰到我呢 你的几率是0 因为它过不来 好 那接着我们来处理刚才那个复杂的事情 刚才那个复杂的事情是 我们在逻辑上构造出来的 就中间那个斜着的门呢 相当于一定的概率 像允许向上的过来 一定的概率允许向下的过来 对吧 那这样的东西 你构造起来已经非常麻烦了 为什么 因为你需要你的逻辑思考和想象力 但是 如果你有数学就不一样 有数学你怎么写呢 有数学你写成这个公式的样子 你让Q的几率呢 让向上的过来 也就是Q乘上1 1-Q的几率呢 让向下的过来 1-Q乘上-1-1 那有了这个算符之后 你接着再去算两次 算什么样的事情呢 第一次你去算 这样一个槽 如果我一开始就是向上的过来 我完全过来了 对吧 那过来之后呢 我遇到A3这个东西 我遇到它会发生什么呢 你算出来它的均值 以及它过去的概率 好 算出来了 算出来之后 你再去问这个 过来之后的状态是什么 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个向上的状态 所以当它过了这个斜着的时候呢 它还是向上的 也就是你用好咱们前面所说的这个算均值的 以及测量后状态的那几个公式 你会算出来 它自然就是向上的 接着你这个row成了向上的 也就是说你的row还是这个1-1态 你在通过这个向下的槽的时候呢 它需要的东西是负1负1 对吧 你自然就发现它算出来还是0 它还是过不来 所以你只要用好前面所说的概率的这些公式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把我前面构造出来 那个奇怪的门的数学表达式写出来 然后一旦写出来之后 你只要沿着那四五步去算 算个测量的均值 再搞好测量后状态是什么 它自然就能给你正确的答案 这就是数学的威力 好 那我们现在希望什么呢 说好吧 我能不能写下一组新的公式 这组新的公式下 前面我做过的这个光过三片片正片的实验 我只要先把它的算符写出来 把它的状态写出来 对吧 告诉你经过它之后 测量之后会怎么样 然后我再把斜着的这个算符也写出来 我把这个状态通过来 我再算出来 因为每次这个计算都是一样的 对吧 测量后状态是什么 接着我最后一步 我拿着这个测量后状态 放到这最后一个片子上 我说它测量的均值是什么 结果就搞定了 明白这个逻辑 所以我只要你学会前面的做 这个硬币的计算 随机经典随机变量的计算 我如果找得到一个合适的理论 我这个合适的理论操作 完全就着这个逻辑一模一样的算 我就可以告诉你答案是不是对的 那这个绳子的实验的数学 是怎么解释的呢 是这样子的 说一开始呢 你有一个水平方向的震动过来 那我把它分成这两个方向 然后这个方向呢 由于这个板子的设置的问题 被摁住了 我只让这个鞋的过去 那这个鞋的过来呢 我将来又把鞋的变成 这个水平和数值的 那我假设最后留下来是数值的 水平的又被盖住了 那相当于我还是能过 我只要数值的就可以 那这个整个计算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R等于Rcosθ在X方向 加上Rsinθ在Y的方向 你只要不断地去做这个直角 坐标系的分解就可以了 好 那这张图呢 就是整个这个实验的总结 它告诉你说 这个经典概率论呢 是能够解释 硬币的颜色过这三个门的实验的 而经典的牛顿力学呢 是能够解释这个绳子上的波 过三个门的实验的 尽管它们的行为不一样 可是这个解释各自都是对的 而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光 过三个片真片的实验呢 是一个一个过去的 所以原则上很像硬币的颜色 可是呢 它的实验结果呢 却像绳子上的波 所以呢 是两者都不能解释的 它本身是不满足 牛顿地道定律 也没有光子再扯来扯去 一个光子在那跑 不是意味着 它带着后面一堆光子往前跑 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这是我们下面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将来我们会发现 解决它的理论 能够解释这个线上的理论 就叫量子理论 它的最关键的点 就是允许我们一个方向的震动 变成矢量叠加 看成别的方向 那下面我们还会讲更多的实验 但是这些实验 每一个它所说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道理就是我们经典的概率论和经典的牛顿力学 是不能来解释这样的现象的 然后我们以后可能能解释这样的现象呢 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 很像很像经典的概率论 可是呢 又加上矢量叠加原理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如果你已经懂得这个道理 那后面的实验你就可以跳过 但是由于不同的实验 你对于不同的人的知识背景来说 可能容易或者难接受的这个程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抓住这个点呢 那你可以尝试下面的实验 感谢观看